本节目的参赛者不是唯一坠肉过多的人 全美有53%的成年人过重 而且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今天肥胖和炎症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疾病 每个人都想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多事 结果就是我们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吃了很多不该吃的食物 你好我是大岳西伯博士 展开减重计划的时候 每个人务必要先请教医生 参赛者一一向大卫西伯博士报道 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营养学中心的主任 好你的身高是178公分应该没错吧 西伯博士花了30年治疗肥胖和研究营养学 促使他提倡低热量饮食的健康生活 一般人过重的原因不外乎有四种 第一种是遗传 另一种是所谓饮食不和过重 吃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 第三种是运动量减少 第四种原因则是压力 我现在要先量量你的身高 根据西伯博士的说法 重点不在于你的体重 而是你身上有多少脂肪 肚皮越大的话 健康的风险就越高 腰围附近多余的脂肪 会导致高血压和高胆固醇 不只增加罹患心脏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 甚至还有多种炎症 好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我打算先量你的腰围有多少 我没有腰肾 当然有 你今天的血压有点偏高的形象 不算很高 是140-90 好极了 你的血压是120-80 素质很正常 完全合乎标准 真高兴我很正常 为了让挑战者的健身竞赛顺利展开 西伯博士进行一连串的检验 测量他们的身体比例 透过检验 将了解身上有多少肌肉和脂肪 博士将采用这些百分比 配合挑战者的体型及年龄 为他们订定出理想的目标体重 西伯博士使用的仪器之一 是生物电阻分析仪 简称BIA 这台仪器的操作原理是电子方式 脂肪是一种绝缘体 而且不会倒电 肌肉的70%是水 而且会倒电 测量你身体的脂肪肌肉比 之所以很重要 是因为每一磅的肌肉 能燃烧掉约14卡 而脂肪并不会燃烧掉热量 所以这样就能知道 你每天会燃烧掉多少热量 生物电阻分析仪 只要几秒钟就能测量出毒素 好 结果出来了 你的体脂肪大约是36% 你身上有80磅的脂肪和144磅的肌肉 黄卡洛的体脂肪是36% 而38岁男性的理想值是17% 以17%的体脂肪来说 你应该是173磅重 想达到目标体重 黄卡洛要减重50磅 健康女性的体脂肪通常比男性高 你目前的体脂肪大概是37% 而你的正常值应该是22% 所以你呢 你的目标体重大概是125磅 想达到目标体重 黄卡洛要减重34磅 你目前的情况很有意思 你身上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体脂肪 好的 你的脂肪大概有78磅 肌肉是155磅 黄恩要减重48磅 才能够达到目标体重 首先你的体脂肪大概是42% 面对42%的体脂肪 恰恰必须减重53磅 检验天国显示 你每天大约燃烧掉2000卡热量 因为你身上的肌肉有150磅 你的目标体重是179磅 所以你要减重38磅 汤姆是男性参赛者中 需要减重最少的 你的体脂肪大概是40% 但是你的肌肉有150磅 由于超过他的目标体重73磅 法兰要减重最多 但是挑战者不只是 以减重的成绩来决定胜负 而是取决于 谁的生活方式改变最多 他们统统要改变的一件事 就是饮食 想达到目标体重 西伯博士建议 挑战者每天的摄取量 要比他们的休息代谢率 或身体消耗的热量 还少500卡 减肥前 减肥后 黄卡洛一天燃烧掉2000卡 摄取1500卡的食物 他每天就能烧掉500卡的多余热量 经过一个星期 他就能够燃烧掉3500卡 光是结石就能够减掉一磅 结石可说是减重的基础 藉由限制热量的摄取 减少摄取脂肪 减少糖分来减重 比其他方式都容易 博士提出的结石法 将规定挑战者放弃发胖食物 他认为这些东西 是造成他们肥胖的主因 这个我不知道你听不清楚 可是我到目前为止 减了60磅或55磅了 主要是透过爱金斯饮食法 哇 我们要想办法揪着你这一点 而我都是吃乳酪 牛肉 还有高脂肪食物 就是这一类的 这不是健康的减重方式 因为减少热量的摄取 固然很好 不过问题是 你家里还有高脂肪 高糖分的食物 当你面临压力的时候 又会受不了诱惑 我要你吃白肉 或鸡肉 或鸡肉 你要改掉吃红肉的习惯 这太可怕了 不准吃大改变 你要改头换面 你吃披萨吗 对 我真的看这份清单 我想上面的东西我都吃 别吃披萨或卤酪 一片卤酪大约是140卡的 三片披萨的日量是1000卡 你可以吃鲁鱼 大比目鱼 鲫鱼 鱼 鲨子 干贝和龙虾 这些都可以 你也可以加蔬菜 做成串烧 不要吃养殖的鲑鱼 做串鱼或鸡鱼 因为这些都是高脂肪鱼类 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你去餐厅吃晚餐的菜色 你走进去 我的菜已经上桌了 那最重要的部分 要怎么处理啊博士 就是酒精的问题 不添啊 你很会喝酒吗 我喝啤酒 特别是去看天使队比赛的时候 在这方面 我要怎么努力呢 好 首先呢 一杯啤酒的热量 大约是220卡 淡啤酒大约是110卡 假设我每星期出去玩一次 可以喝几罐啤酒吗 可以 你可以喝一两罐 没问题 所以啤酒会增加热量 我需要你先用新的菜色 替代每天早餐的内容 这些食物的热量 约200卡 蛋白质丰富 而且非常健康 至于午餐 你可以选择三盎司 水煮鲑鱼做的三明治 就是那种小小的鲑鱼罐头 或者吃白肉 鸡肉或火鸡肉 我想你大概抽烟吧 是啊 好的 你也知道有很多人 靠抽烟的方式来控制体重 想增进健康 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让你戒烟 所以我很希望 将它定为其中一个目标 不只是减重和改变生活方式 我也希望你最后能够戒烟 医生的建议已经说得很清楚 但是挑战者能丢掉以前的包袱吗 这样子减重根本就不合理 我是说这是不可能了吗 我不晓得 我大概要花很多时间说服自己 不过从表面来看 我爸说会遇到很多困难 不吃红肉 我最喜欢吃红肉 好 警察所有参赛者的过程 实在很有意思 有很多人成功的几率很大 他们很有企图心 其他人好像有点抗拒 但是呢 只要有足够的企图心 和好的饮食指导 我敢说他们都能过关的 接下来 活力 天哪好酸 爱水 我也得头昏了 还有泪水 我曾经想过就这么放弃算了 因为太苦 太苦了 谢谢